完全是比,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的迫害,对不起,上海的施先生,我们今天是保健原地节目,您这个话题呢,您可以到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时候呢,打我们的时事大家团节目,好吧,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现在是保健原地节目 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这个疼痛的这个,就是感觉不同的位置啊等等,最常见的,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慢性疼痛,最常见的慢性疼痛病是什么 最常见的,就在临床上来讲,我一天可能就要看50%是腰背疼,腰背疼 对,这个大部分是退行性腰背疼,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这个关节部位受到磨损,然后慢慢地发生了这些退行性病变 那也就是说,慢性疼痛主要发生在年纪大的人身上,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年纪大的人确实疼痛多一些 就是说,从比较简单的道理来讲,就是说身体的一些部位因为磨损太多 对,关节疼,腰背或者是膝关节,跨关节疼 再一个就是颈椎病,也是一个非常常见 现在大家这个坐在这个计算机前的时间也多了 位置呢,也不像以前,就是经常都是弯着颈部啊 就是在同一个姿势啊,这样坐的时间长,坐的时间也长 对,这种情况下也是挺多的,所以腰背疼,颈部疼,关节疼 是见得最多的这个慢性疼痛,非癌症性的 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我看到,也听到,就是说这个肩膀疼 是这个五十岁的时候,叫五十肩的这种说法 这个是有道理吗?医学上有这种 这个也是很有道理,为什么叫五十肩? 也是基本上描述了一个状况,就是中年以后的人比较多 其实这个五十肩嘛,也是一种退行性的这个肩部的这个一个改变 因为肩部的磨损,老损,用的比较多以后 那么忽然有一天,也许你在做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忽然就一下觉得肩部就疼起来了,然后就反反复复持续很长时间 你去看医生,医生照了X光或者是什么东西说 可能就是有点关节炎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 那之所以说五十肩,五十岁是不是也是与这个年龄啊 指这个关节上这个磨损的时间长了,就比较容易发生 对,对,那么当然这是大家常见了,五十岁以后开始发生了 有的是运动员,如果是比如说游挖泳,游自由泳,用肩部用的非常多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肌理是一样的跟五十肩 但只是说他们年龄就稍微轻一点,相当于就是一般的人来讲 可能就是发生的机会就时间就早一些 待会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谈一下怎么样来控制和治疗这些疼痛的状况,我们再来接一些电话 广东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那个杨医师好,你好 杨医师从画面上看到你倒不像那个退伍军人,因为他是挺兴趣的 我想问一下杨医师 可能吴先生,杨医师是在退伍军人医院里边工作,并不意味着他本人是退伍军人 好,退伍军人医生,我想问一下杨医师,就是说那个缺盖会不会导致那个腿会在那个关节痛 因为我有个小孩十多岁,他说那个膝盖的后面那个弯曲的地方 还有跟那个小腿肚子一直到那个大腿那里,有一段时间很痛 然后呢,买了一瓶那个钙瓶给他吃,吃到现在好像症状有所改善 所以我想问一下,缺盖会不会导致那个痛 另外想问一下,那些退伍性改变的那些疾病 比如说那个内服饰或者强制身脊椎,会不会有遗传的,谢谢啊 好,吴先生您这个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小儿缺盖是不是会引起这个腿部的疼痛 对,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缺盖性的肌肉收缩经常呢,是发生 有的时候是小孩,有的时候是孕妇,在缺盖的情况下会有肌肉,这个小腿部肌肉特别是 有的时候是晚间睡觉的时候,忽然这个肌肉就臭所疼痛 那补盖以后呢,这个状况应该会好转 另外一个问题您问的是这个内风湿这些病会不会有遗传 内风湿病呢,有一部分跟遗传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现在那个很多的研究发现呢,特别是强制性内风湿炎 这个呢,是遗传性的,而且是发生在男性,年轻的男性中为主 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是山东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妇女,就是说特别是这个抛妇产的 就是说这个孕妇,就是说生完小孩以后,他们说 就是说特别是像雨晶天的时候,经常会感到就是胳膊或者腿痛 就是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问一下专家 好,这是山东的徐女士,这好像在中国民间有这种说法 做一个大手术,实际上也不止完全是妇女这个抛妇产 有人有这种观点,就是说做一个大的手术 完了以后到下雨晶天某个部位,他就会疼 开始酸疼 酸疼,这个有道理吗 这个呢,就是说,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创伤造成这些部位的疼痛 但是呢,在人体的这个整个的免疫状态,人体的整个这个素质降低的情况下 确实这个疼痛呢,预值呢,也就开始改变 那么疼痛的耐受性也开始改变 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是抛妇产或者是这个某一个手术 而造成了你其他部位的疼痛,而是说你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比较的虚弱 而造成了一个疼痛 有的时候我们就像跑了一个很长的长跑 或者做了一个很大的运动以后 你也觉得也是有的时候全身肌肉有些疼痛呀 什么的,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嗯,我想回到刚才这个广东的吴先生打电话进来 这个提到这个话题 回过来就是刚才他提到你这个退伍军人医院医生 退伍军人呢,当然从年龄上来讲 不一定都是年纪大的才退伍 有很年轻,从部队上,从伊拉克,比如说从阿富汗 目前美国有两场战争呢 回来的军人很多都是非常年轻的人 二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 咱们就谈这个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的士兵啊 从战场上回来以后 那么他们最常见的 所受到的这种战场上的这样的这种创伤 最后经常会留下的是哪一些慢性的疼痛 这个士兵留下的这个 一个是训练中间造成了一些肌肉的损伤 或者关节损伤 不一定是真正打仗的这种伤 一些关节的损伤 打仗以后,最近在伊拉克打仗以后呢 很多的就是这个爆炸性伤以后的 这些撞伤 那么很多的是骨科方面的一些疼痛 另外一些呢,就是这个 头部损伤以后 或者是PTSD 就是这个 创伤后这个综合症 这种情况下呢 头疼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半发的症状 所以我们现在见到这种头疼的病人也很多 这种头痛啊 你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创伤后的这种综合症 是不是一定是因为身体上其他的部位受到了创伤以后 痊愈了以后才有这种头疼的综合症呢 还是不一定身体受到这种创伤 但是经过了战争以后 也会发生这样的综合性的头疼症呢 很大一部分是精神状况改变 造成的那个神经性头疼 PTSD以后呢 有很多病人并没有就是直接的身体的创伤 而是经过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 状伤以后 产生了这个最后的这一系列的症状 那么头痛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这种头痛通常你们怎么治疗在医院里面 头痛吧 像这样这种头痛的话 很多方面实际上需要是精神疗法 精神疗法 对 我们需要一些那个精神科医生 心理医生帮助治疗 当然也会辅助的给一些药物 就是平常的那个基本上的自头疼的药物 也会运到运用到上面 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治疗方案里面 要包括的就是精神疗法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 好的 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是广东的观众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广东张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你好 我小的时候大概七岁左右 打那个马马鸡 就是单腿支撑的 打马马鸡 把这个右面右脚的 那个鳍盖 撞伤了 当时好像苦头都露出来了 我想请教 就是刚才那个片段 那个介绍的那个 治疗半月半的那种方法 对我 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 四十多岁